10月31日,宋慧桥宋中基将在首尔西罗酒店举办婚礼 然而直到10月30日,双方经纪公司对于婚礼种种袭击,仍呈绝对保密状态 因为防止有媒体偷拍,而在婚礼场外遮起了白色帐篷 此举遭到部分韩国媒体不满,吐槽双宋,保密了过多的东西 据悉,在30日晚,其保密作用的白色帐篷已被撤出 曝光在灯光下的婚礼场地显得甚为花美 目前工作人员正负责紧张筹备搭建 舞台工作人员正负责运幕部,以此对称小瞻撞 整个场馆现阶段看起来还比较简单朴素 据悉,此次婚礼大约有300多宾客到场